回到国内来关心意外现场 桃园平正工业区在稍早晚间7点多发生了大火 起火的现场是一间举美合金的工厂 火势非常猛烈 甚至不少网友都拍下了照片影片上网 引来好多人议论 这起火警甚至出动了将近110名的消防队员抢救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扑灭 浓烟直窜天际 火势不断蔓延 冒出熊熊火光 不止整个铁皮工厂烧起来 一旁的车子甚至树木都被波及 而这个火势到底有多大桃园民众都有感 桃园平正一号晚间7点多 一间负责旅美合金锻造的工厂 不明原因引发大火 就桃园网友发文引发议论 甚至有网友说难道是飞弹打过来了吗 而这场火的确大到 消防队出动了110名消防人员 以及37辆消防车抢救 火势还一度延烧到隔壁的厂房 现在有吞放煤粉以及一些危险物品 所以我们立刻架炮塔做防护的动作 以防止火势延烧 工厂燃烧面积约一千平方公尺 现场两名男性成功脱困 不过仍有一名女性受困 而警销也因为火势过大 无法进行抢救 只能多步水线 努力控制火势 希望不要再蔓延 记者桃园最后报道